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自然界中总是会存在着许多奇奇怪怪的植物 比如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食人花就是其中一种 很多人听到这样的名字都会不自觉地有一种恐惧感 其实真正的食人花并不吃肉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种植物猪龙草却可以吃掉一只老鼠 大家下次看到的话一定要躲着走 从外观上来看,这种猪龙草的形状真的很符合它的名字 特别像一个猪龙 下部稍微有点膨大,上部龙口的位置有个盖子 虽然外部造型简单,但是内部结构却相当复杂 而且猪龙草的捕食过程也特别有意思 它可以释放出一种能够引诱昆虫的香味 当昆虫被吸引过来之后,肯定会停在瓶口的位置 而猪龙草的瓶口特别光滑 所以昆虫就会顺势划到瓶内 之后就会被它分泌的液体淹没 一般情况下,普通的猪龙草只是捕获一些小型的昆虫而已 但是猪龙草中的王者马来王猪龙草 却可以捕捉老鼠或者小型的哺乳动物 只可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种植物的特点 所以它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现在已经成为宾威物种了 虽然我们身边很少见到猪龙草 但是如今夏天快要到来了 如果想要解决蚊子苍蝇带来的困扰 也可以选择捕银草这种植物 它的捕食过程跟猪龙草差不多 而且存活时间比较长 如果精心照料的话 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寿命可以达到20到30年左右 看了这样的介绍 大家是不是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心呢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